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爷 我们有共同的仇人 我们可以合作 本王不需要合作者 而是需要一把风里的刀 指谁杀谁的刀 王爷 如果只是杀人公爵 你早就灭散回去了 为青州报仇 我就是一把风里的刀 即便看向自己 我心甘情 只要离开赵景 北林才有活路 公子在言与皇帝交往从不论政事 此番为了救梅林姑娘破例 若是引得炎帝猜忌 公子怕是回不了夕燕了 公子以什么身份有人 皇上有旨 新燕和其美人均入洪卢寺 进学延习延 待学成之后再兴分赏 月嫌领命总满事宜 阿梅 谁 是留在锦王府 还是跟月秦公子回去 你自己选 王爷 梅林跟着公子回洪卢寺 怎么 你想找西燕质子合作 本王提醒你 自你出赵与其 无论生死 你都是本王的人 旁人的仪仗 于你而言是引阵之客 要得越多死得越快 章云他要逃往西燕 帮他的女人 就藏在洪卢寺了 西燕女人 我没有看清楚他的样貌 我只看到 他的脖梗处 有一朵烧药花 那女人 是火烧文化阁的人证 只要到他 不要留下证据 那个女人 被火箭伤了手关 你手怎么了 不要紧了 我做灯果饼的时候 不小心烫伤的 阿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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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黛